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期视频分享N26确定212和重安银行卡的使用体验 在境内的使用体验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这期视频呢 将德国的N26和英国的确定212银行卡绑定支付宝 重安银行卡绑定微信 分别在境内消费了三笔 统计他们的汇率和外置汇率之间的差异 总结经验教训 N26银行卡是长这样子的 透明色彩 如果对N26银行感兴趣的话 可以观看走资派以往的节目 这是我消费的三笔 都是用支付宝消费的 阿力配 阿力配 然后第三个APL 有可能也是阿力配 外置的汇率7.7580 相同时刻 就这个时间间隔应该是在五分钟之内截的图 汇率差异不会特别大 这个汇率越大是越好的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是用外币进行还款 比如说N26是德国银行 我们是用欧元进行还款 如果这个值越大 就表示我们的外币 相对人民币是越划算的 是吧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第二笔 这时的汇率是7.7459 外置上的汇率 相比于同时时刻 N26的汇率是0.13 这样换算下来是7.692 也是比外置的汇率差的 第三笔 外置的汇率时刻是7.7942 N26的汇率是7.7778 这三个汇率我会在最后进行总结 如果只想看结论的话 可以挑到视频最后 这是确定212银行卡 我在往期节目也是分享过 怎么获取 确定212是一个英国的 一个投资的一个工具 用起来也是比较好用 而且之前有一个活动 路径一英镑就能得到随机的股票 一个税股 金额大概是10到100英镑之间 并且推荐给朋友也是有奖励的 这个活动目前应该是结束了 当然我们可以关注 后面有可能还会继续推出 虚拟卡和实力卡是一样的功能 只是实力卡比较有手感 而且ATM上也能够取线 是免手续费的 也是把你的支付宝进行的消费 同一时刻 外子汇率是9.0662 需要说明的是 因为外子这里 它显示的是11.03 我需要用100除以11.03 得到9.0662 由于11.03 它只经济到小数点后两位 所以这个可能是有差异的 这个确定212上面 它的汇率直接就显示 9.0664 和这个外子相差不大 而且如果不考虑这个误差的话 它甚至比外子的汇率还要好 当然我猜测是由于这个 只能经济到小数点后两位 这个11.03 导致的 它可能就是和外子 差不多 第二笔 外子的汇率9.0171 也是用100除以11.09得到的 同样是有一个误差 同一时刻 确定212的这个汇率是9.0189 可以看到一个消费的一个具体情况 我确实是在尽力消费的 它有一个地理座表是圈的上海 应该是那个电开在上海 那个连锁电开在上海 第三笔金额 外子的汇率9.0334 这个就有所差异了 确定212是9.0293 当然我猜测就是误差导致的 因为这里11.07 它只能显示到小数点后两位 好 第三张卡是中央银行 这个卡貌似是直接从珠海那边寄过来 其实是非常快的 如果大家有帮你过中央银行的话 这个在线上申请 这个两三天就到了 有一个好的现象是 它有一个随机抽奖 我不知道是不是前面 比如说你每个月刷多少笔 是不是前面的几笔才有随机抽奖 还是说每一笔都有随机抽奖 我不确定 因为我只刷了三笔 第一笔是105个coin 那个JAcoin 就JA币 第二个是41个JA币 这个是随机的 第三个是什么一个百万金抽券 这个随机抽奖也不确定能抽出个啥 第一笔 这个是1.0834 然后中央银行商的汇率是1.10101 那么后面三个零 需要说明的是 这个只是越小越好 为啥呢 因为这个 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就是这个是人民币除以港币 就是如果这个人民币越小 就表示人民币越贬值 然后我们用港币去划是不是越划算 这样子大家应该是能够理解的 第二笔是1.0846 然后呢 同一时刻是1.106597 就是洪桓所述的 它已经包括了1.95%的外币交易手续费 就是整体下来 它的汇率已经包含了这些乱七八糟的 第三笔 1.0836 同一时刻 重案银行是1.10679 反正就是比较大 我们最后看结论吧 和外资相比 其实这些银行的汇率比外资都是差的 除了这个确定212和外资相当 有可能它俩 它这个总部都在英国 是不是做的都是和外资具有口比性了 或者它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我也不确定 反正这个确定212是值得拥有的 N26这个三笔的汇率和外资的差差多少 就它都比外资差差多少呢 第一笔是差0.66% 第二笔差0.70% 第三笔差0.21% 平均值是比外资差0.52% 然后确定212和外资是相当的 除了第三笔 我猜测第三笔是那个小数点后两位导致的 然后第一笔和第二笔 那个汇率的差异都是小数点后五六位了 所以我就用直接用0代替 中央银行 比外资差1.6% 1.99%和2.1% 平均差1.9% 说明这个中央银行的汇率是非常差的 但是它有一个JAB 那个前提是你消费完 你记得去抽奖 能够第一笔没抽到JAB 抽到一个什么百万什么什么抽奖券 第二笔 JAB 就是我这个比率是JAB 100个JAB等于一港币 我是用等价的港币 除以那个整体那一笔的金额 第二笔是1.6% 相当于有一个回证 就可以JAB的一个回证 第三笔这个比较夸张 我总共花了好像十几块钱 它直接回证了100多个JAB 相当于一块钱 所以上下来是回证了7.68% 这样子反而用中央银行 我们还能比外资好 3.61% 就整体算下来 它还能比外资好 就是汇率啊 就相当于使用 这一中央银行是最划算的 当然我并不推荐啊 它不一定每一笔 它都有回证 或者你每一笔都得去点 那个APP去抽奖 你如果不嫌麻烦的话 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我总结几条经验 第一条 建议云居民在这些银行卡 存入小额 当然中央银行除外 因为中央银行 咱们直接去香港开设的 都是所有真实材料 那个N26和确定212 有可能你作为一个云居民进行开设的 你本能当前并没有居住在德国或者英国 后面它如果提要求你提供居留材料 这样子比较麻烦 甚至于把你的账户给关闭了 是吧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 N26和确定212 就充一些小额 消费完了再充 第二 确定212的汇率几乎和外置一样 除开那些误差 所以是值得你拥有的 第三 请立即停止用中央银行卡 绑定微信或支付宝在境内消费 它的汇率实在是太差了 当然有一个例外的情况 你小额消费 每个月前面几笔 我没有验证后面几笔 会不会每一笔都能抽奖 记得去抽取那个JACOIN的奖励 你不一定能抽到 当然如果抽到的话 那个回证加下来 其实比确定21号还划算 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 大家有没有疑问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 大家还有什么银行卡比较好用的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推荐 我可能也会去试用一下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再见